去年大陆现磨咖啡人均消费是1.6杯 远低于日本的176杯 还有美国的313杯 发展潜力无穷吸引各路资本入局 不仅大陆国企中国邮政中石化 还有中石油跨界卖咖啡 北京老字号中药铺同仁堂 还有天津狗布里旗下都有咖啡品牌 而近期大陆本土运动品牌李宁也成立了宁咖啡品牌 顾客到店消费就能免费喝一杯 估计到2025年大陆咖啡市场的规模将达到人民币一兆 卖穿在脚上的运动鞋 穿在身上的运动服 大陆本土运动品牌李宁跨界跳出了运动圈 卖起咖啡来 咖啡上头撒粉品牌logo 中国李宁字样 您咖啡就是李宁注册的新商标 凡市消费者在李宁门市消费 都可以免费喝一杯宁咖啡 目前咖啡只是消费的附加服务 宁咖啡还没正式开卖 但在市场掀起话题 根据李宁去年财报 包括特许经销商在内 共计7137家门市 如果每家店都卖起咖啡 将会是可观收益 而且不止李宁 大陆咖啡市场吸引人 各路资本涌入 杯子里红红的枸杞 别怀疑就是要加入咖啡里 北京老字号中药铺 同仁堂加入咖啡战局 成立芝麻健康品牌 推粥牌枸杞拿铁 罗汉国美式 除了同仁堂 天津狗布里包子 今年二月也正式成立 高乐雅咖啡 大陆科技龙头 华为近期也被发现 新一批商标申请名单中 包括两个跟咖啡相关商标 而在这些新手加入前 大陆国企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邮政 都早早加入卖咖啡行列 企业跨界卖咖啡店也如雨后春笋 一家家开 上海就成了全世界咖啡店 数量最多的城市 有超过八千家 不仅仅大城市咖啡消费 衍生乡村 在四川省成都蒲江县的明月村 十多年前还是一个贫困村 但现在这里也有一家特色咖啡店 像我们镇上的一些 卖鱼的卖肉的加油站的 真的啊 有时候都会骑着电瓶车 然后村里的一些 他们招待朋友 还是觉得这里代表我们村 一个很时尚的一个点 截至目前大陆咖啡相关企业有15.9万家 去年新注册的就有2.4万家 企业增速达18.9% 争相加入赛道 看准的是大陆咖啡市场 仍有许多开发潜力 去年大陆现磨咖啡人均消费 是1.6杯 远低于日本的176杯 美国的313杯 一方面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 消费逐渐升级 另一方面作为咖啡的提供方 越下沉 它的市场的空间就会越大 去年大陆咖啡市场规模 突破3800亿 预计行业增速为27.2% 远高于全球2%的平均增速 大陆更看好 到了2025年 咖啡市场将冲上人民币一兆 挥别假账丑闻的大陆 连锁咖啡品牌瑞幸咖啡 在最新财报中 公布门店数为6024家 正式超越星巴克 在中国门市数量 不过星巴克已喊出展店计划 即使众多竞争者 品牌还是愿意继续投入 相信人民币 以至少市场规模 沉浸在咖啡箱中 套金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传出滥用健康码的事件 河南郑州四家村镇银行 不让存款户提款 还把他们的健康码改成了红码 让他们寸步难行 甚至还会把他抓去隔离 郑州两处预售屋 无端停工八个月 屋主付了钱却没房住 到相关单位陈勤投诉之后 健康码竟然被变成了红码